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杨子谈到了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和对角色黄英子的理解 他认为爱情就像一个男主角,是一个缥缈而又难以捉摸的存在 从18岁的黄英子到30岁的黄英子,他们对爱情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 18岁的黄英子只知道喜欢一个人,希望每天能够与他在一起关心他的幸福 但他可能不太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30岁的黄英子变得更加体谅别人,学会了道歉和低头 他懂得了珍惜并且更加小心翼翼的对待感情 这或许是两个年龄阶段的最大区别 杨子选择出演黄英子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他喜欢这个角色的性格和剧本中所传递的温暖 故事打动了他,因为其中并不只有爱情 还涵盖了亲情和友情 这部作品通过描绘这些关系 触动了观众内心的柔软之处 它带着我们回到90年代的那段记忆 让我们感受到属于那个时代的情感和共鸣 爱情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 它也渗透在亲情和友情之中 这部作品通过黄英子的故事告诉我们 对待爱情应该更加体谅、珍惜和理解 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嘴硬说出一些伤人的话 但随着成长我们学会了道歉 低头和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个剧所呈现的人物形象和情节 让我们反思和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 杨子将这部作品视为一种奋献 是给所有90后的礼物 同时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宝贵的回忆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剧 更是一次情感的洗礼和思考的启示 它唤起了观众们对于过去的怀念和对于爱情的思考 在追寻爱情的旅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和变化 爱情不仅是甜蜜和浪漫的 也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魔力 正如黄英子在剧中的转变一样 我们应该学会更加理解 包容和珍惜身边的人 爱情可以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更加关心和关爱他人 因此不论是在杨子所参与的剧作 还是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应该反思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和行为 爱情不只是单纯的追逐和战友 它需要我们用真心和付出去呵护和维护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美好和持久的爱情